音樂 女兒 大女兒就跟我說 你不是有間大愛的慈禁嗎 你可以去做志工 要不然每天在这个家里发呆 看到那个年轻的 看到床上躺着 满身擦满的管子 他不能呼吸 不能走路 都要靠那些仪器 我就觉得说 我还很健康 为什么要这样醉身梦死 每天这样子迷迷茫茫的过日子 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大爱会客室 为您推荐的好戏 我们一家人 欢迎阿棉师姐 主持人好 全球观众大家好 其实人生在世 上人说八苦 病苦最苦 但是如果身为妈妈 身为父母的人 还有一个苦就是 如果是白法人送黑法人 那种痛我想师姐 一定是自己经历过 我们就来讲讲 您四个女儿好了 女儿来到世界上 跟你的缘分有的是报恩 对 对不对 有的我们叫做冤亲债主 你曾经说过 对 四个女儿跟你的关系 我想前面三个 他们各有成就 也都有好人家 第四个女儿感觉 我们在戏剧上面看起来 比较特殊一点点 她跟你很像是吗 个性也是跟我年轻的时候是一样的 比我更叛逆 送她去学校读书 等一下学校打电话来 孩子没来上课 她在学校同学跟同学吵架 她站出来人家就不敢讲话了 从小听到大 她是很 好像她 我也不知道她在学校是怎么的 在外面 你每天 就是她很烦恼 每次再到学校 她又说 没去 问她说 没有 我就出去外面走一走 真的 我觉得说 她的个性怎么跟我以前年轻的时候是一样 想做的事情 什么人都转不过了 知道她走了 你静下来才去思考到这件事吗 就是自己 有时候也是会想说 反省说 以前年轻的时候没玩到 那时候孩子都长大了 生活都稳定了 我那时候也是一直在玩 我跟她也是一样是在玩 每天都是早上工作 中午就到谷关去泡温泉 每天一个礼拜可以泡五天的 就是这样子跟那些市场的 大家都做生意的人 同业的大家 一起到谷关去 到河湾山 每天都是这样子跑 所以也比较舒服了 因为她不住在家里 有房子她也不住 她跟姐姐他们 常常姐姐会管她 她晚回来或是什么 姐姐会说她 那两个姐妹就会常常吵 她就干脆搬到外面去住 她因为那时候已经在上班 所以在外面上班 她就直接搬到外面去 住在市区里面 离我们家也不是很远 她就不愿意回来 那我们就想说好吧 你自己也不回来 你就在外面去住 你叫她回来 她也不一定要回来 闹到大家都很不开心 我就放弃了 结果有一天 就是她跟同事出去玩 就是去泡温泉 就在东四的时候 那年刚好是九十年的四月一号 人家打电话来跟我说 某某人已经发生车祸 在哪一个医院 你们要赶快来 我说是这样吗 结果她说你们真的要快来 因为她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我就赶快去 刚才看到她是躺在病床上 就没有一点症状 也没有流血 什么都没有 就是很漂亮 脸上就是像她 平常在睡觉一样 一下子就没有了 在这段时间的你 还是属于那种求佛 对不对 求佛 求神 然后希望求一个平安 可是我觉得 当这件事情之后 你一定是因缘机会 才会走进慈祭 这个时候又听到一个 明师给我们不一样的说法 我们要从弥转悟 你从求佛 求神 给平安的这个时候 又变成另外一种 去行菩萨道的观念 又是怎么样把它转过来 因为那时候 因为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民国七十五年 那时候我先生往生没多久 就是有一个往往绣软 有没有 方外有蓝天那个主角 他都是我在做素食 他都要往事都要来买便当 他就说老板娘 你要不要做善事 我说可以啊 不过我能力有限 我一个月只可以捐200块 你每个月捐一点点钱就可以了 花蓮师傅要盖医院 我说好 那我一个月捐200块 因为我那时候负债200多万 我觉得200块是非常少 因为我每天都在看到钱 所以我不会觉得说200块很多 其实那时候200块是非常的大 对 我也不知道 对 我就这样一直捐捐到民国九十年 我不知道慈激在做什么 我根本就不知道慈激在做什么 我也没有去了解他 就是这样云云一直捐 也没有所求的一直捐一直捐 捐到最后到九十年 这个女儿往生的时候 女儿大女儿就跟我说 你不是有奸大爱的持绩吗 你可以去做志工啊 要不然每天在这个家里花呆 我说什么都不会要做什么志工 刚好人家要收善款嘛 我就说叫我去做志工我怎么做 我什么都不会我怎么做志工 那那个师姐就跟我说 叫立芬去啊 立芬她是去做医院志工 我说我们根本都没有医疗尝试 怎么去做志工 她说她很聪明她是大学毕业 她可以去做 跟她讲一讲就好 结果头一次就是她去做医疗志工 做了第二次 第二个月再换我去做 所以你是从做医疗志工开始的 然后去 看到苦 看到那个年轻的 看到床上躺着 满身擦完的管子 她不能呼吸不能走路 都要靠那些仪器 我就觉得说哇我还很健康 为什么要这样醉身梦死 每天这样子迷迷茫茫的过日子 其实都让你对于生死观 还有这个就有改变了 就会比较轻安自在了 对不对 我想说现在在慈激里面 上人常常说荫言 荫言果报 你不欠人家人家不会来要债 那你欠了你也讨不掉 人家欠你的他也来欢乐 对不对 上人常常说要结好缘 结好缘 你看我一直 我现在很庆幸就是说 我以前累生累世可能 虽然做得不是很好 不过还是有跟人家结一婚好缘 所以我这辈子 就很多贵人在出现 在我最苦的时候就有贵人出现 我想说到这里的话 大家已经可以感受到 师姐她可能在谈论上面 好像已经没有那么多的苦跟 对于丧女之痛的心情在这里头 反而更多的是祝福 对不对 祝福她 这样子就可以让自己在这一个 原本可能会迷茫或是痛苦的状况当中 会整个是转心念的 而且其实是对于我们讲说 生者心安亡者才能够领养 我想在师姐身上可以看到最好的见证了 请大家明天继续收看我们的大爱剧场 感恩师姐今天的分享 感恩 感恩您收看今天大爱会客室 我们明天见 也不像母女也不像姐妹 就像好像朋友 了解 就是会开玩笑 像我那个女儿 她每次 阿婆 你现在到哪里去了 叫你阿婆 阿婆就阿嬷 你到哪里去了 她就是这样 我们那些女儿都会跟我开玩笑 不然有时候会说 阿婆生 你现在游到外面了 就是这样就很开心 我们就是不像 就好像朋友又好像 真的 姐妹这样 老婆 你口气口不好 家里去保持你也不可以 你现在有什么材料 跟人家出去 我问你 我问你 说你两个不可以吗 严丽丸 实际上阿嬷是一个很辛苦的女人 然后她在最孤单 孤军奋担的情况之下 其实她挑起了 她先生留下来的债务 把小孩子拉拔长大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她变成对子女相当严格 她常常挂在嘴上的 好几句话当中的其中一句 就是 我不要让别人 因为你们没有父亲 就觉得你们比人家差 其实到中年这一块 最大的描写部分 其实是在于 她跟四个女儿的相处 她是母带父子 很不容易的 大家都看到只是说 她承担家计 做了多少工 恢复多少钱 还有付出 当然她还扮演了一个 一家之主的这样的角色 是很不容易的 当初我叫你们爸爸的时候 也是什么都不合 也是你们阿嬷一行一行 把我教 養鸡啦 養鸡啦 建材啦 煮菜啦 那辛苦是辛苦 不过生活就是要磨练 对吗 其实她对她女儿严苛 就是她对她自己严苛 那女儿对妈妈来讲 就会觉得说妈妈回来只会骂人 她从来不会知道说我想要什么 我喜欢什么 对自己的侄女很严厉 她要求他们一定 很简单的 你们家考上大学 其他的不要多说 其他都是次要 那其实她多多少少也就是 在跟命运对决的那个意思 她从小只念到国小 你们不要像我一样 到最后只能靠双手在那边切菜 就是在市场摆摊子来做 希望你们更的职业 更受人尊重 然后就是她想 当然这多少也把自己的遗憾投射出来 你若是生在白人家 应该就不用这么辛苦 让妈妈拼下要快要大一份 以前的教育真的是大错特错 不过现在还好 即使还会好 即使忏悔 现在改变了我们自己 就能改变那些孩子 那送过来的时候情况怎么样 送过来的时候 就已经没有呼吸心这样 经过急救之后还是无效 她的人生为什么总是碰上 无常的事情 为什么身边就是她爱的人 会突然就这样消失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她 后半段生命当中 我觉得是碰到一个最大最大的难关吧 她是事业一号往生嘛 就是因为女儿往生了以后 到医院去的时候 你会看到那个生老病死 你会看到说 好好的一个人 这么年轻 啪子进来就没有跟我女儿一样 最大的主题是何谓慈悲 你跟慈悲的那个你的关系 你可不可以变成一个慈悲的人 对阿勉来讲 这个慈悲是指跟自己和解 就是跟自己的命运和解 也就代表了她能不能放下